大家好,我是大谷,在纽约这边的独立开发者,独立艺术家 最开始我接触人工智能是因为想了解游戏开发 但是经过学习和了解之后,我发现人工智能还是做更多这种艺术上的或者说社会工艺上的内容 所以我就在自己的频道上做了一些这种人工智能的科普 然后包括像电影上色这部分也是海外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用AI做这种西方的黑白电影上色了 然后我观察到并没有人做东方的这种黑白电影 所以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题材吧 然后再加上因为疫情期间,然后在海外,然后也比较有点私乡的感觉 所以才做了这样的一个老电影上色的内容 上色其实就这整个流程是用了三到四个不同的人工智能来完成的 比如最开始第一个人工智能是专门负责补针 补针就是interpellation 因为很多老电影的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6到8针 所以通过人工智能我可以把它修复到60针 去补充把它变得更流畅 然后包括像上色的部分也是通过一个专门上色的人工智能 它通过学习大量的彩色和黑白影片的对比 同样提升分辨率的AI也是一样的道理 之前我做了老北京做了一些老上海建筑工地的这些修复 都是黑白影像专彩色 但是其实观众当时有很多感慨就其中女性的角色是非常少的 当时就是有央视云讲国宝这个活动 所以就选了一个国潮主题的上海时装秀来做的修复 然后兵马俑这个系列其实也是网友当时一直就是要求的嘛 于是我就学习到这样一个方法 可以把这种画像或者艺术作品的人物直接进行一个写实的还原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大概的脑补吧 所以这是另一个系列的开端 才有了这个兵马俑的修复 还有之后的像宋代皇帝的这一系列修复 其实每次我在修复之后去看网友的评论 也能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历史知识 肯定是就是人工智能艺术化文化类的应用 我们应该继续去尝试去做一些更多的还原 像现在比如说人像只能做人脸的一个还原 那未来可不可以去还一些古人的动作 就古人的全身照片 然后让他们在里面真的能走动 能有一些动作 就更能感受当时的那些场景 嗯